真的 暗了 暗了 好 整個字 差點要貨合大家 好 開始錄了嗎 換你了 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主題是 植物如何獲得養分 那各位 植物如何獲得呢 如何 透過什麼 一起說 貨合作用 很好 貨合作用的目的是要選擇什麼 葡萄糖 對 甜甜的 好 葡萄糖 那請問葡萄糖在哪裡發生的呢 在哪裡出現 葉玉琳 葉玉琳對不對 那葉玉琳在哪裡找到 在葉子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介紹葉子 今天主角就是我們的葉子 好 那各位 我們知道一片葉子 其實它是有厚度的對不對 這個比較薄 可是大部分葉子其實有厚度 雖然很薄也是有厚度 那我們就選一片葉子 這是我們立法來有利益感 好 然後呢 因為我給它切一刀 切一刀之後呢 就可以看到這一面 那我們今天主角就是在研究 這個地方 我們畫紅色的地方 好 這個叫做橫切面 那我們這個橫切面在怎樣 在放大 好 這樣我們經過兩個步驟 好 所以我現在來畫這個葉子的橫切面 首先呢 葉子呢 它有分 大概可以分成三層 其中的外 最外層都是什麼 就叫表皮 有上表皮跟什麼表皮 下表皮 那中間這邊叫什麼呢 中間表皮 這裡面叫肉 你知道嗎 叫葉肉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葉的構造 葉的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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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辣椒皮 對 表皮 表皮 對 表皮 表皮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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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皮 表皮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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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皮 沒有葉綠皮 沒有葉綠皮 但是有細胞的 它是一種透明的細胞 所以我們把它稱為 上表皮 好 同學注意喔 上表皮是透明的 其實植物在上漂皮的上面 有一層有些時候有光澤的東西叫什麼呢? 油 很像辣的成分 它叫做角質層 它其實有個名字叫做角質層 那為什麼會有角質層呢? 角質層的目的是要保護植物 避免它水分增散 水分流失 所以它的用處是來保護 它是讓植物怎麼樣? 能夠減少水分散心 畫小一點 再解釋 角質層 它的功能是 減少水分散心 好 那再來是上表皮 就是保護的功能 好 那接下來呢 這邊就有很多的 就稱為叫什麼呢? 叫做葉肉 看一下這個模型 最上面就叫做上表皮 上表皮 飽飽一層而已 那底下這邊綠色的區域叫什麼? 叫做葉肉 叫做葉肉 葉肉細胞 好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畫一下葉肉 葉肉呢 它可以分成兩種 一種是長條形的 然後非常整齊的排列在 上表皮的下巴 這個呢 這種葉肉叫做炸狀葉肉 炸就是木炸那個炸 炸籃的形狀 那葉肉很特別就是 它們是綠色的 為什麼? 它們有什麼構造? 葉綠底 所以我們畫幾顆玉綠底的代表 而且科學家發現 這葉綠底它還會做排列 今天如果陽光比較濃 它就全部擠在上面 葉綠底是會動來動去的 它們是會流動 水運 水運草 水運草的葉綠底會流動 好 這個我把它稱為叫葉肉細胞 葉肉 它是 它是組織 因為它很多 很多就叫組織 那葉肉有兩種 一種是這種柵欄形狀的 一種是 你看喔 這個葉肉有分兩種 上面的比較綠 比較炸狀 葉肉 那下面比較怎麼樣? 疏鬆 疏鬆 比較疏鬆 因為它會讓空氣可以流動 所以它會有很多空隙 很像海綿一樣 所以它叫什麼樣的葉肉? 海綿狀 上面 所以呢 叫做海綿狀葉肉 但是 它是我們國中不用季頭部長 它的形狀比較不規則 它的形狀比較不規則 我就畫兩個意思一下 好 這個也是葉肉 只不過它的形狀比較特別一點 這個就是葉肉 補充 所以你們不用支配 這個叫做薩狀葉肉 薩狀 木薩狀 薩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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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做海綿狀 對啊 好 但是這兩個都是葉肉 這是葉肉 好 那我這邊留一個很大的空間 這邊要畫一個東西喔 在植物的葉子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這個地方 這叫什麼? 很像血管一樣的東西 叫什麼? 葉脈 叫金脈 葉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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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脈是怎麼用的呢? 葉脈 知道嗎? 輸送 輸送一些養分、水分 空氣不是喔 因為這樣有水分 我來畫一下喔 葉脈 這邊呢 我們把它稱為叫做葉脈 叫做圍管樹 那它呢 大部分都是圓形的 裡面有兩種管子喔 我們知道我們家裡面的水管 有所謂的喝水的對不對 還有是污水對不對 那植物的世界也是一樣喔 它上面這個呢 孔洞比較大 這個是裝水的 我們把這個叫做什麼樣的組織呢 這叫做木植布 它叫做木植布 這個是新的 新的概念 其實你記一下喔 叫木植布 那木植布的管子 它很像吸管一樣 很長 這是切面 那這個管子很長 裡面裝的都是什麼呢 水 植物怎麼喝水 從 土壤裡面怎麼吸 哪個氣管會吸水 根 對喔 它的水分從根部來 它負責水分的運送 比如說水分 裝很多水分 好 那第二個同學 植物呢 它會光合作 對不對 那光合作會製造什麼 你剛剛說過會製造什麼 蠔糖 蠔糖 所以另外一部分呢 要用糖水 另外一部分是糖 糖要怎麼運送呢 因為全身都需要糖 對 糖的運送是靠什麼呢 底下的管子 這邊有另外一種管子 叫什麼管子呢 叫做韌皮布 底下的管子比較小 管子比較小 這叫做韌皮布 為什麼叫韌皮布呢 你看它這邊寫木植布 它是跟木材有關係 我們的木材都是木植布 那韌皮布跟植物的什麼 枸皮 皮 植物有什麼皮 養皮 不是養皮 樹有什麼皮 樹皮 樹皮的部分就是韌皮布 那韌皮布負責運送什麼 什麼養分呢 就是糖分 糖水 所以是它負責運送養分 好 這個養分在講什麼 就是糖的意思 就是光合作用的糖 這樣可以嗎? 那這兩個東西合起來我們把它稱為叫什麼呢? 叫做 葉脈 可以把它叫葉脈? 就是一種微管束 可以理解嗎? 所以上半部是木質部,下半部是什麼? 潤皮部,樓上是水,樓下是糖 可以嗎? 不同的細胞,對 下面還有一層 這樣可以嗎? 所以這是葉脈的部分 這個新的概念要先記起來 好,最後要結束了 最後就是上表皮 中間是葉肉,最下面是什麼呢? 就叫什麼表皮? 下表皮 下表皮 同學我這邊留個空隙喔,要寫東西喔 好,那下表皮也是一樣的 他們也都具有什麼呢? 具有角質層 角質層,就是一層蠟的構造 可以防止水分散失 對,那下表皮 對,那下表皮要幹嘛用的? 對,那下表皮要幹嘛用的? 對,那下表皮有什麼細胞 很特別 保衛細胞 保衛細胞,沒錯 保衛細胞成形是什麼形狀? 半月形 那它的功能做什麼用呢? 保衛 不是保衛喔 是因為要控制氣筒的開關 對不對? 保衛細胞也是有綠色的對不對? 因為它是有葉綠體的 好 所以呢,我們要認識這個東西 第一個 旁邊這個叫做保衛細胞 兩兩成對 而且成什麼呢? 半月形 白天打開,晚上關起來 因為白天要進行什麼作用呢? 光合作用 好 那保衛細胞中間這個洞 我們把它叫什麼呢? 氣孔 氣孔做什麼用呢? 氧氣可以進去或出來 不一定會進去 進去出來 二氧化蕾也怎麼樣 進去出來 然後呢 水氣會怎樣蒸發出來 所以氣孔主要有一些 有水 二氧化蕾跟氧氣的進出 水 水 水通常只是出來不會進去 那我們之後再介紹 所以好 這就是葉片的基本構造 最上跟最下都是表皮 最上面叫上表皮 最下面叫下表皮 最外層有角質層 中間是葉肉部分 那在 有些地方它會出現什麼呢? 草味細胞 葉脈 所以它有這四大部分 表皮、葉肉跟葉脈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模型 這個模型就很忠實的呈現出 這表皮 然後這是葉肉 底下是下表皮 這邊是 尾管束 你看它也有畫出來 上面的管子比較大 就是運動什麼? 水分的 可以嗎? 看到嗎? 下面的管子比較小是運動什麼? 養分 下面是屬於什麼部 認皮部 認皮部 所以有個口訣可以這樣記 認皮運送養分 對不對? 所以我是這樣記 皮 在 養 養 就是如果媽媽 你不乖媽媽就會說你皮在養分 認皮部 在養分 這樣可以嗎? 這只是一個好笑的梗 在 因為皮就是樹皮 因為它就連到樹皮去 樹皮都是運動養分 這樣可以嗎? 你看這個模型它還有畫出綠玉的顆粒 叫什麼呢? 葉的綠 不是 是這個圓形的 什麼細胞? 保衛細胞 所以它有畫出來保衛細胞 好 保衛細胞通常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得到? 下表皮比較多 為什麼上表皮比較少? 會不會曬到? 對 不是 因為會怎麼樣? 太陽太大會怎麼樣? 曬死 因為你一曬呢 水分都怎麼樣? 乾掉 你會流失 會從氣孔流失 所以植物為了要讓水分減少流失 它就把 保衛細胞開在下表皮比較多 就像你的鼻孔會吵什麼? 鼻孔朝上會幫你自己 下大雨的時候你就嗆到 因為雨水這樣流 所以 其實生物它要生存一定有它的道理 那當然這個模型上表皮也有 比較少 主要都在下表皮 這樣可以嗎? 好 這就是葉片的構造 好 可以幫我切掉 等一下 剛剛那邊有拍進去嗎? 沒有拍進去喔? 這邊都沒有拍進去嗎? 有 有喔 有切到嗎? 沒有 那就好 可以